被封為臺灣最年輕人 堅果寶木雕大師陳啟春 透過細膩手法 不只刻出傳統之美 也刻出匠人精神 精美作品不深美舉 由顏平郡王鄭成功 還有天鵬元帥等等 每個細節栩栩如生 讓他被中華文化總會找上 作為第三十五集 將人魂的故事主角 文化總會二十二號 在臺南美術館舉行 將人魂最新影片發布會 表揚陳啟春 在木雕工藝的傑出成就 以及他對文化創作 與傳承的熱忱 發揚臺灣的這個本土文化 匠人的精神 舉頭三十有神明 絕地三十有古蹟養 許許多多職人 共同來為台南這個文化國度 共同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市長黃偉哲也表示 職人精神是國家根基 社會百頁的朝氣 而文化部登陸的人間國寶 就有十位是台南人 期盼台南厚實的歷史底蕙 讓台南不只是文化與美食之都 更要把傳統公益之美發揚廣大 華視新聞劉煥生台南報導